我逼真 原來這間工作室專門製作槍枝模型20多年 主要販售給模型店藏家及生存玩家 在軍事玩家圈相當知名 警方低調表示初步調查 可能是嫌犯購買仿國軍模型槍後再加以改造 但查棄這處地下軍火庫除了長槍外 也有18000多顆子彈 全力的配合調查絕不隱瞞 如果確實是屬於國軍洩彈 就會依法就辦 國防部強調專案進行當中會全面徹查 預計在3月25號完成長備部隊清點 5月31號前完成全軍清點 如果確實是國軍槍械外流 將會依法就辦檢討相關為失責任 30網家紅小台 2012月1號